我現在在整理我的工作室 因為我前陣子買了很多新的器材 然後像GoPro啊 然後電池等等的 還有我的Helicon Case 兩個 那是Run我的Roning的 總之現在工作室就是一團亂 所以我趕快整理我的工作室 終於清乾淨 我工作室終於整理完了 就是整理之前真的是亂到真的是太誇張了 我的器材之前有些地方沒有整理得太好 所以最近新添購了很多器材之後呢 很多器材是沒有地方放的 所以我花了一整個下午整理 然後才清出一些空間 然後把器材分類好 本來是一船亂 整理完真的是舒服多了 那我們就趕快講今天的重點 就是我最近終於把 我舊的EF 2470 換成新的RF 2470 那至於為什麼我會這麼愛這顆鏡頭 還有就是別人問我 第一顆鏡頭應該要買什麼的時候 我也會惡化不說 直接推薦這顆鏡頭給它 我會說如果預算足夠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買2470 F2.8 然後我會這麼愛這顆鏡頭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焦段有24到70 這是非常白話的 就是24到70的焦段 然後因為它的涵蓋的有到廣角 也有到起始端其實已經算長焦了 所以我覺得對我自由接安工作者來說 其實這個焦段真的是非常的棒 就是我要拍什麼 然後它都非常適合 像24端其實我也可以拍室內設計 就是但會有些情況可能會不太夠 就是可能會需要再用到15-35 那個比較廣的鏡頭 但是24端其實有些室內設計空間 其實也非常足夠可以用了 但是因為台灣的頻數相對來講 偶爾會稍微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有可能會不太夠 但如果你是去拍豪宅 那種比較大的24端其實是真的非常非常足夠 所以其實24端呢 你說要拍室內設計其實偶爾也是可以的 然後其實24端拿來vlog也是非常足夠的 雖然我自己還是偶爾會喜歡拿15-35 vlog 但是說真的如果偶爾要拍vlog 然後又突然間要拍b-roll或是拍一些些比較近距的畫面的話 24-70其實說真的真的是方便很多啦 因為如果你拿15-35比較廣一點點vlog的話 你要拍一點近距的畫面就沒辦法 所以我偶爾也會拿24-70來vlog 因為如果我知道我可能去的這個場景 可能稍微比較是沙灘啊 或是一些些比較多風沙塵土之類的地方 就是比較不方便我換鏡頭的 或是人群比較多的地方 比較不方便我換鏡頭 那我一定是拿24-70 像我拍back to world那支紀錄片的時候 他有vlog的部分 也有拍一些些vlog的部分 就是基本上那個時間是非常緊湊的 有時候我們要趕快去搭飛機啊 然後偶爾有時候要改換去租車啊 就是那個場景是沒有時間給我去換鏡頭 所以那個案子我就是直接拿24-70 vlog 然後也直接我就可以想要拍b-roll的時候 我就可能轉成比較長焦一點點 35啊50啊或是70啊 然後拿來做拍攝 所以我真的覺得24-70這顆鏡頭 就是非常拿來適合拍那種run and gone的那種案子 那再來就是他35啊50啊70 其實也都很適合拍人像 因為我自己拍人像的時候 比較不喜歡用廣角的方式拍 所以我真的覺得24-70這個 他的焦段涵蓋 就是對大多數的人都是非常足夠 就是我目前還沒有遇到什麼案子 是24-70沒辦法拍的 就是除了室內設計比較狹小的空間之外 他沒辦法拍 多數都可以 那再來就是他的光圈就是F2.8 F2.8在多數的場景也是非常足夠 如果你是用全幅的話 我覺得那個虛化影音是非常夠的 而且有時候有可能 你想要稍微再取一些景的時候 不想要背景虛化這麼重的話 你可能就還需要去縮光圈 所以我覺得F2.8對我來講 就是任何拍攝 我自己是覺得都非常非常足夠了 所以既然他的光圈跟他的焦段 都可以拍攝這麼多不同種類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把這顆鏡頭拿去旅行 我覺得會是非常棒的體驗 而且尤其就是 你們在工作的時候 假設有用穩定器 如果你是用定焦的話 那你調完平衡之後拍一拍 你想要換別的焦段的時候 你要再調一次平衡 我覺得那都會是非常影響工作節奏 而且也非常花時間 然後你用24-70 你只要調一次平衡 基本上你調焦段 我相信現在穩定器大部分 都可以承受得了你調焦段之後的 那個平衡的差異 甚至我可以教大家一個技巧 就是你用24-70上穩定器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取中間的焦段 可能35-50 你就調成這個焦段之後 你就把它放上你的穩定器去調平衡 像你動到70的時候 就不會差太多 你動到24也不會差太多 所以我基本上工作的時候 我最常用的經歷也都是這一顆 像YouTube常常放我的一些工作的project 那些project其實每一部 都是用24-70拍的 雖然有可能有幾個畫面不是 像我機車那兩部 那兩部我全部都是用24-70 就是整部工作我都沒有換任何鏡頭 因為有光腳就有光腳 然後我要拍機車的特寫 我轉成70段 也是非常好拍攝的 所以這顆鏡頭真的是我 從以前用到現在 我自己就用過25-35-24-70-8-5-定膠 35-5-定膠 選擇鏡頭還有調整穩定性的平衡 我自己是非常需要節奏感的人 所以我覺得用這顆鏡頭來工作 就是我可以在工作的時候維持非常好的節奏感 然後讓整個工作很快速的完成 那不知道你們擁有這顆鏡頭 或是還想要購買這顆鏡頭 對這顆鏡頭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在底下的做留言 那我都會盡量回覆 那這支影片到這邊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Peace resolution 有點永遠 我去幹 咨 ensuite